日前台湾不断的失去南太平洋的邦交国 现在似乎美国看不下去了 决定要出手相救 为了要让台湾对于这个南太平洋友邦的援助 发挥最大的利益 现在台湾和美国也特别举办了太平洋对话 而首季的开幕是就在今天正式的登场 好多的人都来了 我们带您看到是包含了外交部长 甚至AIT的处长都有出席之外 就连美国国务院的副住亲孙小雅 他也特别从美国飞到了台湾来参加 而孙小雅他也特别强调 他可是代表了美国总统川普 以及国务卿庞贝奥来到台湾的 而且他也表示他带来了一个讯息 就是说美国坚定的支持台湾 以及太平洋国家的一个邦誼 那似乎其实不只是孙小雅 甚至就连川普的亲信是谁 他现在也决定要来 他是谁就是桑德斯了 他跟川普的关系非常的密切 而他也即将要在台湾出席这个玉山论坛 好就是因为之前的国安会日前指出了 中国未介入台湾的2020选举 所以可能会不断让台湾来失去邦交国 而且在年底之前很可能还会再损失一到两个邦交国 那外交部长就在今天也证实了这个言论 而且说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 而且甚至还直接点名了 就点名了这个土挖鲁 很可能就是下一个 就是因为呢这个新总理的立场相当的不明确 似乎是反反复复的 因此也让台湾现在有一点担心 所以现在美国跟台湾也决定要一起联手合作 美国在联合国大会的时候 就宣布了对南太平洋的岛国 将会增加6500万元的美金来援助 而甚至在台湾方面也承诺了 将会加派人力来进驻当地 就是希望不要一直被中国来挖墙叫 不过大家现在也很好奇 就是很多的国家跟台湾断交 甚至呢直接去中国来这个投奔中共 那大家也很好奇 这些国家到底有没有真的发大财了呢 那当然是有成功的例子啦 不过我们今天要带您看到是分手之后 跟台湾分手之后不快乐的 我们带您看到首先是马拉威了 像是这个马拉威的总统就很后悔跟台湾来断交 因为中国的医疗团队缺乏周翔那个计划 也使得艾滋病在马拉威泛滥民不聊生 甚至呢中国的企业还直接在当地的就业市场 也造成了影响 那另外带您看到是哥斯大黎家了 2007年跟台湾断交之后 中国当时是承诺要援助4亿的美金哦 就是为了要来兴建一条高速公路 当年哥斯大黎家非常开心的开工了 结果没想到到现在连个桥端都没有造出来 十几年的时间过去了 到现在依旧没有任何的下文 好就是两个跟台湾分手的国家 现在也没有好下场 不过虽然呢有好多国家都跟台湾断交 但现在有好消息传出来 就是又有国际声援台湾了 而这是哪里呢 是波罗地海小国立陶宛了 有三名曾经访问过台湾的议员 刊登文章 称赞台湾是亚洲自由之光 对吧